退了 跳死了 Go Next 估计是没太大必要打了 明显的是完虐了 完虐了 好了,那么也是给大家 预告一下 预告一下我们的 这个掌握平台马上举办一个1.20网吧组的路人网比赛 那么报名形式是个人方式报名 报名时间是2月10号开始报名 1.20网吧组 很多朋友之前在网吧 1.2很麻烦 好了,我们就开一个网吧组的房间 1.20房间 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他点CC 当他点CC首页 当然我这边也会 在视频里面其实通过大家去报名的 这个模式呢还是RDSP 另外我们掌握房间也会推出 掌握人会推出这个无黑店专房 强制SP的房间 防守人,这个开黑虐露人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吧 这边吼一下 剑胜开的DW我,这个工 暴力大不得了 可以继续出狂战斧的 只要你狂战多是吧 什么都不怕 钱多嘛,钱多就钱买活 买活就什么都不怕 无限杀 反正人头又不是钱 人头这个价格又不是直线上升的是吧 直线上升是你这个买活的钱 或者你死掉的钱,这个是直线上升的 帕克出了冰假西吧 死眼往哪守护 这边黑黄可算是看到一点苗头了 牛哥不在了怎么办 杨柱 KFV过来 反正牛哥手高地就用 平常没什么太大用 这边也是一个W秒 掉这边的W 这波钱 上面还是带兵 这边一个人 我们看一刀砍掉一大片 太虎了 冰柱 耗血吧 别人有棒子不怕 前方面我们看 诶,VIC出了一个散尸 这个敏捷好高啊 QOP3000多 这边的剑剩是500多 没钱买什么装备 可能在家里尿着呢 我们看一下 尿了一个秘银锤 尿了一个洛萨幻影斧 乱七八糟的 尖尘难道要和洛萨 不是不可以啊 我们直播那场不就和洛萨 引脑里面去放无敌的 这个部分P刀肉山都受不了 哎,天神方意识到他们在打肉山了 我们看这个聊天球里面有个肉山 有零七代谁的 剑剑的,点不当啊 点不当 很难点 被人挡他了 下一波推哪一路 我们看只要 这个DK千元不能死啊 QOP杀,杀不上他意义不他 因为QOP有钱买活 你杀他进去还是有QOP 这边是和洋刀的 就没钱买活了 好,你们机会到了 能不能记住他 哎呀,错一点点 只要这就记住他了 可能就死到这里了 中路看能不能急 这边下落的塔可能是不要了 哎,小兵接上了 哎,没事 中路看团战 C一个来耗血 继续来C CG 这边吸血一个DW 这边垂上吧 牛没人空着 这边大根 一个窝落又大 这边后着一个箭 牛的一个蛋 变成病毒 但也没多少血了 洗吧,过来 好 哎,这个怎么 不知不觉之间 这个QOP已经倒了 没看懂得怎么死的 是街上一个无敌斩批死的吧 应该 这边一个G追上 又是一个隐身 过来 散尸数 好 别人转走了 转走了 中路巨推 又是无敌斩 不是无敌 是一个暴击啊 抱歉 好,这边D拿 我看这一刀砍多长 插棒子 补血也补得很快 街上就完全满血了 这边没开复蚊 这一刀 我看多开啊 幻影复蚊还没合复 要合了水晶剑先 开了一个T清兵 好了 这兵肯定是守不住了啊 不要一个根本无事啊 有棒子补血怕什么 这边继续来上路拿塔 一二三 这一个无敌点上去不就死了 但是可以用F躲啊 好 这边继续来 两路 两路就没得打了 本来就烈士 还被人开两路 到底怎么打 我看这个清兵速度 真的是比拆打快多了 毕竟小兵可以被这个暴击可以被分裂啊 露娜弹射的不就好 露娜弹射这个建筑物可以弹到冰上 这边偶尔跳上一个跳舞来 一个吸把啊 nice 坐下 又C住三个人 有一个跳大E住一个 还好碰碰跳走 这边冰一个 再点一个 点一下 暈倒了啊 倒了 这边直接是转 转的时候可以A的 我们知道转的时候可以打建筑物的啊 可以打建筑物的 为什么可以打建筑物 这边我介绍一下 这个旋风斩呢 是这样的 他转的时候你可以去控制他攻击 你不能转掉血的单位 所以说转的时候可以打车 可以补车 可以补塔 可以打别人塔 但是你不能打兵 记住没有 一个小技巧啊 算一个判定 这个判定可能可能不太清楚啊 可能也比较奇怪 刚才怎么转着把塔打了 是不是用bug 是不是开黑图 不是这样的 这个旋风斩就这么判定的 隐身完又要放无敌展了 看看这无敌展啊 找个机会 我们看 有兵比较 哎 劈乌鸦劈乌鸦呀 哦 这边无敌展没劈死多少 哎 感觉劈这个 呃 出了支配 劈怕感觉不是很明显 对面过来 继续过来 哎 也被F住了 引刀走了 哎 你也拿我挺无奈的 TP 回家 落萨 的确是落萨 你没有看错 刚才我使用的就是传说中的落萨之风 这个落萨之风非常适合这个啊 广大男性幻想使用 很多人幻想自己会隐身是吧 隐身之后干什么呢 这个就不用我说 大家可能都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我应该是想的最少的一位啊 这边黑黄 点金 直配 假腿 没TP TP钱都买不起了 锤一下躲了 吼一嗓子 抢瓶怪 这边又是谁 沃拉奥过来 大根一级 火力之球 哎 为什么要多买火力之球呢 能要出幻音符 写两天三了 啊 VS出幻音符 这个 两路大兵还不退 你们让我歇歇好不好 以后你们这个 养成个习惯 啊 差不多就退了 我让我一个大杂来 队友能够过来分身府了 VS漂亮 哎 这个分身有一个带奶的 冰龙 这边吸把 漂亮 三名一个大 还真的把这边帮沙跑了 哎 QP来 吹死了 倒了 这一箭射中 箭射在里面转呀 砍呀 这什么都不管呀 过来T一个点 碰到这边点得很害 点死了一个 再点第二个 分身这边有个不朽的 所以不怕这边冰龙也倒了 好 这边进上来找人杀 哎 一换开了树 然后呢 QP没位置走了 锤有没有 锤有没有 没有 没追上 好这边围着 啊那边杀死了 一个WP死了 QP追着一箭 没有追上 好了 这个天方没得打了 已经没有人了 没得打出机器 我们简要总结战场 MVP毫无一本事 进去这边前期冰计啊 中期的这个 Vegos跟 Azat Vegos跟Azat 天方的话 我觉得Pug打的 还是可先可点的 那么 ES打的也不错 QP一般般 啊 这个DK跟冰女 就那样的 不好不坏啊 尤其是DK 我就不做评价了 因为大家看着眼里 记在心里 记住他名字叫牛逼 啊 很牛逼 好了 各位再见 我是佳飞岩 那么希望您多多关注我的解说 多多关注3w.dota.cc 多多关注每周二每周五晚上PPLLP Stream的这个DotaTV啊 CIDTV的直播 那么也多多关注呢 我们展为平台马上即将举办1.20的比赛 好了 各位再见